记住 无论发生任何的事 一定不要跟着希望 面不改色 心不跳地继续听下去 这就叫寒阳了 明白吗 明白 不许都这样 记住 回答所有的问题之前 面对提问者 要礼貌地微笑 声音要控制在 提问者声音的分贝以内 我怎么知道它多少分 就是让你小点声 要温柔 最后一点 一旦对方妈妈说了什么 让你难堪的话 顾舍南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家儿子 你 你放 中锅阵入 别跟人一见面就刚 那我怎么办吧 你可以面带微笑 然后说 不好意思 我今天不太舒服 可以下次聊吗 转身越来越离开 好了 大功告成 下课 老板 不过 你还这一步 peque哎呀 快就好 这二步 再来一步 再来一步 把这一步 我没拨起来 它再来一步 再来一步 你再去 我再再做一步 这三步 就非常好 得胃 它要不开 你得呢 有点呢 我这人 不开啊 这是谷 试别三日 有没有觉得我变得与众不同了些 怎么了 你这 我不好看 是不是成熟 不 是我穿错了 走 走 没事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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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姐 你今年多大了 阿姨 我已经二十一了 刚满的生日 天蝎座 我们家陆进 也是天蝎座 今年是本命年 三十六了 顾小姐年纪不大 打扮得倒挺成熟 因为我从小都显老 为什么要选择 厨师这个行业呢 阿姨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家是饮食家族 我们家三代世袭都是厨师 我听我爷爷说 我们家族最早之前 在御膳房也是有人的 从小受到这样的熏陶 耳濡目染 慢慢地呢 就对做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就走上了这一行 而且 我在很久之前 看过一本书 书里面写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三种东西 可以跨越 时间 空间 语言 达成人与人之间 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 哪三种东西啊 音乐 音乐 美食 爱情 音乐 我确实是没有什么天赋 所以我就选择了美食 因为我想给心爱的人 做一辈子好吃的 我试着 有没有 不够 你 我试着 我试着 你 你 我试着 你 我试着 是什么碗 煎熬碗了 是 什么 什么碗 煎 煎熬碗 都快掉了 嗯 嗯 另一边 早说了 好了 儿子 你能让我 跟顾小姐单独谈谈吗 呃 聊一点我们 女人之间的事 女人之间的 还是歪的 我去给你们拿点点线 顾小姐 你是不是 需要钱啊 阿姨 我不知道 您跟多少个女孩说过这样的话 我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回答您的 但我的答案是 对 我需要钱 我需要钱 是因为我爷爷年纪大了 我想让他早点开始享福 我需要钱是因为 我家的房租下个月又要涨了 我必须得挣更多的钱 才能交得了房租 但是我需要的这些钱 前提都是我自己挣的 不许看 不许动 不许叫 那我 New Year 这么巧 下去吧 这里不需要你 我给你的钱 是你这辈子 都挣不到的 说吧 你要多少钱 才能离开我儿子 别跟人影见面就刚啊 你可以面带微笑 然后说 不好意思 我今天不太舒服 可以下次聊吗 转身优雅地离开 对不起 阿姨 我今天有点累了 我们改天再聊吧 人呢 走了 为什么 她说有点累 先走了 那您对她的表现还满意吗 还行